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解球的路线 就是如何被动过渡 怎么正确的使用线路 来我先跟我的队员打一个吊上网 拿到这么高的位置 这个球抢勾无解 抢推更无解 但是如果他使用中路球呢 这个球我为什么不抢呢 答案是这个位置抢不了 当这个球在一个边线位置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勾球 我可以选择平推球 想推多平推多平 想推多快推多快 但是当这个球在这的时候 我一勾球这球可就要出界了 我只能由推变成分 而平推呢 一追求平就会出界 我想不让他出界 就得怎么样 往上弹 但是往上一弹 那这个球的角度就没有了 而且高度也就会变得很高很高 也经常能看到职业选手从中路做球 或者从中路逃生 那么玩个游戏 我确实比我的对手水平高很多 那么我就全场打他一点 只要能保证这个球有点速度 而且不要离往太近 那么他既不能勾 也不能搓 也不能平推 也不会有太大的角度 人在家中躺 求祭心中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